顏色 顏色里面要黄一点 在鼻子上面 先把它 黄颜色 画一画 然后头顶心 留出白眉 把眼睛部位留出位置来 尖 注意了 这种地方基本上用淡淡的颜色清水或者涂一下 不要平涂 色彩里面也应该是有轻有重 有变化 内部总是白的 里面深 先用注射 先把 画纹里面的点 颜色这一下 然后外面 用黄颜色 照一照 四虎抱 肚腹上面都是白毛 所以背上的颜色深 到肚腹的地方 就是要淡化 大腿的颜色 大腿的内侧总是淡的 所以也把它淡化 画深一点 也是 画一半 留一半白 是它有力体感 尾巴根部基本上留白 这个报纸的造型 颜色画完之后 我们再用淡墨 再来把它增加它的立体感 有的地方要伸 比如说肩部跟腰部 腹部过度的地方 把它加强一下 它的肌肉 都能够通过 暗部 脱脱画面 头部也是靠暗的 来脱脱它 眼睛里面 也用淡墨再加深 让它的眼神更突出 暴子喜欢在树上活动 暴子喜欢在树上活动 这个大树 要画得粗壮又烈 它要承受得起 这个暴子在上面凤凉 不能画得太小 这个大树 有些地方 的树上活动 要做了